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人事与政策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通过亲切的电话向普京庆祝中国新年 全世界都能看到拜登已经完蛋了 为什么民主党人看不到呢?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通过亲切的电话向普京庆祝中国新年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承诺 在2024年共同努力 创建一个多极更公平的世界秩序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反对外国干涉 和在美国领导的遏制努力面前捍卫自身安全的必要性 他们还讨论了乌克兰和中东的局势 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对台政策 近年来两国关系日益密切 贸易蓬勃发展 共同能源项目也在推进中 他们还越来越多地放弃使用美元进行贸易 而是使用自己的货币 全世界都能看到拜登已经完蛋了 为什么民主党人看不到呢 英国每日电讯 作者认为 乔·拜登频繁的失言和记忆缺失 表明他认知能力下降 使他不适合担任总统职位 作者建议 弹劾程序就是为这种情况设计的 即总统已经无法胜任工作 但自己却无法意识到 作者认为 拜登的法律问题以及他的认知能力下降 将加入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的 关于对手试人性的叙述中 作者得出结论 如果民主党想避免羞辱 他们需要替换拜登作为候选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直以来都在为大家播送最新的新闻内容 今天我们带来了两则新闻 一则是习近平主席通过电话向普京总统庆祝中国新年 另一则是有关拜登总统的讨论 首先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电话交流显示出两国关系的密切和合作 他们承诺在2024年共同努力 创建一个多极更公平的世界秩序 这是一个重要的合作目标 他们还讨论了反对外国干涉和捍卫自身安全的必要性 这体现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立场 另外 他们对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也进行了讨论 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的对台政策 这些表明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中的密切合作 对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和平具有积极影响 而在另一则新闻中 有关拜登总统的讨论 作者认为 拜登的频繁失言和记忆缺失 表明了他的认知能力下降 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职位 作者认为 弹劾程序正是为这种情况设计的 即总统已经无法胜任工作 但自己却无法意识到 此外 拜登的法律问题和认知能力下降 也加入了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的 关于对手试人性的叙述中 作者认为 如果民主党想避免羞辱 他们需要替换拜登作为候选人 从这两则新闻中可以看出 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内政治的变化 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交流 显示出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这对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 而关于拜登的讨论 则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和变化 最后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你对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交流 以及拜登总统的情况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